2014年的一个寒冷早晨 深圳一家医院里来了一位60多岁的老人 他穿着不显眼的灰色大衣 带着疲惫的神情 慢慢走进了医院的门枕部 老人名叫尼弗林 他拿着自己的身份证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接待台前 在导医小姐的帮助下 他准备挂内科的号 医生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他温和地询问尼弗林的症状 同时让他把身份证 放在扫描仪上进行登记 然而就在身份证被扫描的那一刻 电脑系统突然发出了尖锐刺耳的报警声 整个接待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动了 医生和周围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也为这种情况在医院从未发生过 女医生连忙拿起身份证 仔细查看 发现身份证上的信息显示 这名老人名叫尼弗林 他不解地问道 尼先生 您不会是网上追逃的人员 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警报声可能与您的身份证有关 尼弗林的脸色一变 他显然没想到医院的系统会如此敏感 他迅速从女医生手中夺回身份证 低下头 转身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诊室 医院的安保人员 在听到报警声后立刻通知了警方 警方迅速反应 但当他们赶到医院时 尼弗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位名叫尼弗林的老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他会成为网上追逃的对象 尼弗林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草根成功案例 出生于1949年3月的他 从小就显示出了过人的能力 16岁那年 他选择了去当兵 这段军旅生涯在部队中锻炼了他7年 不仅锤炼了他的意志 也提升了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转业后 尼弗林回到了家乡湖南省一阳市滋阳区 并在一阳五交化公司找到了工作 工作之余 他的个人生活也十分幸福 他帅气好动 机灵会说话 漂亮的女孩刘雪很快就被他拿下 于是他和刘雪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的婚姻幸福美满 很快就迎来了他们的儿子 构建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 在工作上 尼弗林以他的勤奋和能力 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他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 被评为厂里的劳动模范 短短的几年后 他就破格成为了公司的总经理 那时 许多国企面临着经营困难 但尼弗林凭借着他的智慧和胆识 成功地将公司从困境中带了出来 在他的带领下 公司的固定资产 从两万元暴增至四千万元 这一成就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赞誉 1989年 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 成为了当地的一位名人 1991年 深圳的热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和创业者 尼弗林和妻子刘雪石也被这股热潮所吸引 他们带着新的希望和梦想 来到了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 深圳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景象 让尼弗林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日渐兴起的房地产行业 凭借着自己在国企的经验和关系网络 尼弗林很快就在深圳立足 他以一个国企的名义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并且巧妙地从老家的银行获得了一笔两千万的贷款 借助这笔资金 他开始了房地产开发生意 他的公司很快在当地房地产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开发的几个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深圳市保安区核心位置 有一块被许多开发商忽视的荒地 这块土地虽然位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被开发 正是这块地吸引了尼弗林的主意 他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直觉 选择了这块荒地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 并将其命名为福中福商业城 在那个时期 深圳的房地产业正如日中天 任何人只要涉足其中 几乎都能赚取不菲的利润 尼弗林的福中福商业城 不仅证明了他的独特商业眼光 而且随着该项目的开业 在1998年迅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热门底标 商业城的开业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和投资 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尼弗林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这一个项目上 在福中福商业城取得巨大成功后 他又凭借积累的资本和经验 连续在周边地区开发了几个商业楼盘 这些项目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使得尼弗林在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上声明确迹 随着财富的累积 尼弗林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他开始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频繁出入各种高端场所 然而在这些繁华背后 尼弗林的个人道德发生了滑坡 在这个时候 一个肤白貌美的女子走进了她的视野 这位女子叫林敏 身材高挑 肌肤如雪 更让她着磨的是 这个女子尽管身材苗条 但是胸前高峰坚挺 这是家里那位任老朱黄的妻子根本没有的 而且林敏对她也是百般奉承 见了她就是软语如酥 让她着磨痴迷 某次 当她来到办公室时 林敏不知道怎么的已经在办公室等候 那天林敏用了一种 让男人荷尔蒙飙升的香水 她一闻到那香水 立马觉得年轻气盛 元气满满满 再加上林敏丝袜没腿 她更觉得血脉膨胀 很快她撕破了林敏的黑丝 跨上了这匹充满活力的小母马 卖力的骑驾起来 她忘记了当初与妻子刘雪时 共同走过的艰辛岁月 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开始与其他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当这些风言风语 传到了刘雪时的耳朵里时 她简直不敢相信 多年来 她一直在老家照顾家庭 抚养孩子 而尼弗林却在外面 做出了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她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 决定提出离婚 面对刘雪时的决定 尼弗林感到了一丝解脱 但她同时也担心 离婚会影响到她的商业帝国 特别是对公司的贷款和信誉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刘雪时洞察到了尼弗林的犹豫 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将公司的部分股份 转移到她和孩子的名下 同时对外保持夫妻关系 不公开离婚的消息 尼弗林觉得这个条件对她有利 便迅速同意了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增长 尼弗林的野心也愈发膨胀 她开始构想一个宏伟的计划 在自己的老家修建一座庞大的皇家园林 这个项目被命名为皇家弧度驾驱 又称为福林庄园 是她对自己成功的最高标志 投资近十亿人民币 福林庄园的建设规模宏大 园林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古代皇家园林 特别是故宫的风格 在园林中心 耸立着一座十一层高的福林塔 外观金碧辉煌 内部陈列着尼弗林一生的事迹和成就 尼弗林相信 这座塔不仅是她财富的象征 也是她富贵轮回的保障 在福林庄园的别墅区 尼弗林的生活更是奢华无比 她包养了多名情妇 为每个情人分配了独立的别墅 这些女性 每一位都有特殊的任务 为尼弗林生育后代 尼弗林承诺 任何为她生下孩子的女性 都会得到二百万元的奖励 她还安排这些孩子 在城市里接受最好的教育 并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物质保障 其中 一名00后的年轻女子 原本是以文秘的身份 加入尼弗林的团队 但她很快发现 自己其实是被卷入了 一个复杂的私生活网 在庄园里 她看到了许多 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她们大多都怀着孕 不久后 她也自愿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并为尼弗林生下了孩子 尼弗林的私生活 已经完全偏离了正轨 在短短几年内 她的情妇们 为她生了14个孩子 这在当地社会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由于中国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 超生行为需要缴难罚款 尼弗林因此支付了 高达120万元的罚款 而这件事竟然是被她与刘雪石所生的大儿子发现并举报的 这件事不仅暴露了尼弗林个人生活的乱象 更凸显了她与原配妻子刘雪石及其子女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 虽然她在情人身上花费巨资 却对刘雪石和他们共同的孩子属于照顾和关心 这种疏忽和不平等的行为 为她日后的生活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尼弗林在社会上的形象开始受到质疑 她曾经的成功和成就 渐渐被她个人生活中的丑闻和道德败坏所掩盖 在这个过程中 她不仅失去了公众的尊重 而且逐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支持 刘雪石虽然对外保持着夫妻关系的名义 但她的心已经与尼弗林疏远 她和孩子们对尼弗林的行为 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不满 刘雪石多年来默默地支撑着家庭的背后 却看到了尼弗林的背叛和荒唐行为 心中充满了不公和失望 她决定不再忍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 她开始秘密收集尼弗林包养情妇的各种证据 计划将她告上法庭 要求重新分割他们共同持有的公私股权 这一诉讼案标志着一个 昔日幸福家庭的最终破碎 刘雪石的诉求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更是对多年来被忽视和背叛的一种反击 她要求的是当初她作为妻子和母亲 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的公正回报 随着案件的不断深入 豪门内部的纠葛和矛盾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刘雪石坚持她的诉求 直到2020年6月 她依然在法庭上与尼弗林争夺价值20亿的股权 随着刘雪石对尼弗林的诉讼案的深入 更多隐藏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尼弗林在房地产业务中涉嫌的贪腐行为 据调查 尼弗林为了在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中取得优势 曾对多名官员进行贿赂 以便拿到有利的地皮和项目 2013年 深圳警方开始对尼弗林的这些非法行为 展开调查 并很快发出了逮捕令 然而 尼弗林似乎早有准备 她隐居于自己庞大而神秘的弗林庄园中 庄园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的布局 使她得以在警方的追捕中游走于阴影之中 屡次逃过法网 警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尼弗林在庄园内的生活 仿佛一个现代版的隐士 虽然物质条件优越 但她的生活被限制在庄园的高墙之内 与外界隔绝 这种逃避和隐匿的生活状态 给尼弗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一方面 她失去了自由 另一方面 她也意识到 一旦被抓捕 她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商业巨头 现在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 尽管尼弗林在警方的追捕名单上 她并没有完全隐退于社会的背景之中 在这段困难的时期 她开始参与当地的公益活动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捐赠 这些举动可能是她试图挽回自己生育的努力 也可能是她试图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法律制裁时 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 2016年10月 尼弗林再次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但警方的行动 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尼弗林由最初的成功商人 转变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批评的人物 她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很多人感叹于她的转变 从一个有远见和能力的企业家 变成了一个道德沦丧 法律缠身的人物